今天我们进入了第一个正式的话题 那么讲的就是 中共中央前天召开了一个 政治局常委会议 中共的政治局常委几乎是不开会的 政治局是每个月一个例行性的会议 也就是25个政治局委员 要在前国各地要赶来 就国内外的他们的中共的施政 人事安排 要组了一次集会 一般是半天 有时候一天 多的时候两天 一般来讲是半天到一天 但是政治局常委几乎是不开会的 几乎不开会的 那么在郑小平时候开的比较多 是因为他扮演的是军机区的这个角色 向郑小平汇报 所谓政治局常委会 实际上是郑小平的办事人而已 那么到了郑小平死了以后 那么江泽民就根本不开政治局常委会 因为开政治局常委会 他是常委之一 但是一开这个政治局委员会 他就变成一个大脑站在台上 那么这一次的情况完全不同 开了一个政治局常委会议 而且是政治局常委的核大会议 那这段情况 那在中国的历史上 在文化大革命是比较多的 因为那是一个非常时机 那么最近三十年是会上罕见 而且在这次会上 我居然发现了生存栏也在场 使我大吃一惊 如果生存栏真正到了现场 见了这个第一线的这个病房和医护人员 难道习近平认为跟他隔了这个1.5米或者2米 这是我们同事讲的 难道他打喷嚏是不是说是不会影响到习近平 而是习近平对这个病毒他没有最基本的尝试 还是中央保健局那帮人其实也是一帮草包 不能用这个词抱歉抱歉 对吧 因为我们这一段时间已经见识了 中国的所谓的卫生健康系统的所谓的高级专家 他们一个一个多一个词 不是专家而且是高级专家 那么事实上他们离我这等性的门外旱都已经不能比了 那么最近几天我恶补这个流感的方面的这个知识 可能比他们都只能够做出一些简单的判断出来 什么叫比如说可防可控 你一个病毒的原因都没有找到 你一个传播的管道都不知道 然后你怎么说他可以控制呢 对不对 这是基本在尝试的话 那么在这一次的常委会成立了一个防御的领导小组 大家就发现没有小组名单 没有小组名单 所以固执24小时 很多人就特别关切这个名单 为什么关切这个名单 因为在这个名单里面可以看出中共的重视的程度 也可以看出了未来的这个决策的这个方向 所以有很多人说是谁当组长 查了半天 今天真正公布出来了 组长是我们的这个王彬涛同志的这个学长 是不是你的学长还是你的学弟 算学长吧 这七七的我七八的 对学长 李克强 这个他当组长 那么副组长是谁呢 是书记区的常务书记 王富宁 王富宁按照党的权力系统来讲 他是属于了这个接班人 因为常务书记一般人来讲 就是因为总书记是书记区的总书记 第二位就是常务书记了 所以在政治局常委里面 他不是排名第二第三 但是在书记区里面 他不是他是排名第二 或者没有总书记的时候 他就是这个第一个职位 像曾经红 像胡锦涛 像这个习近平 都曾经担任过这个职务 王锦涛不是早几天 在陈小平的节目里面讲到了 他说是我讲的 和平讲的 如果没有当年的SARS事件 那么可能曾经红就当这个总书记了 是不是真的这么讲过吗 对吧 是 当时你是这么讲过 对 那么剩下的这个总书 我是要靠我的这个记忆力来背一背 因为我们郑恕光先生呢 正在看资料 他可以随时核实我 讲的对不对 总书记是李克强 常务副总书记是王富宁 下面的总书记是 其实总书记是 我讲的是主要成员 实际上总书记是 总书记是总书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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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丁水强 一个是中共中央宣军部长 这个黄冯明 一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兼北京市委书记蔡奇 一个是这个政治局委员 这个兼这个国务院副总理 一个是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这个王毅 一个是国务院 国务院兼这个国务院秘书长 萧杰 一个是国务院兼公安部长 赵克志 最后的指使呢 前面的主要领导成员名单 事实上其他的部位的名单 还不再提列 曾树光先生 我背的对不对 蔡奇你提到了吗 蔡奇提到了 提到了提到了 那应该就齐了 OK 谢谢 那你看了这个名单以后 你有什么感慨 第一个就是首保北京 就是北京市委书记入围 这是首保北京 其他的公安宣传很重要 这个是很刻意的 外交口王毅 这个都指这个 你要说直接治病吧 没有看到卫生部长 没有卫生部长 现在的是卫经委 卫经委的这个主任叫马小伟 马小伟是中国的一个政治明星 42岁的时候 他就是卫生部的副部长 当年的SARS实际出来讲话 就是马小伟同志 但是马小伟和昨天开记者会的 卫经委的副主任李斌一样的 表面上他们都是有医学背景 比如说李斌是 海尔滨医科大学 比如说这个马小伟 是中国什么科 什么医科大学 对吧 但是他们实际上这些年来 其实他们早就是党棍 早就是党棍 你看那个李斌 这么一个医学背景出身的人 讲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 要走看一下讲稿 又看一下讲口 然后提问的记者早就安排好了 为什么早就安排好了 因为他早就把答案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一个记者提一个问题 他就按那个答案去道理 这等官员不是魏经委的问题 魏经委在中共的官程系统里面 还相对来讲 具有一定的专业性 其他部位水平更差 对 你看这几个人 这个党口的 这个王沪宁 王沪宁 丁学祥 对 这是标准党口 还有黄坤明 是吧 这个 肖杰是哪个呢 肖杰我 国务委员 政府口的 政府口的是这个肖杰 赵克志 这个孙春兰 这是三比三 完了以后呢 中间有一个蔡奇 中间有个蔡奇 我是印象最深刻的 蔡奇是第一眼跳进来的 因为这是地方领导嘛 只有说明这个死保北京 这是肯定的 第一个是死保北京 第二个呢 就是你魏经委主任没有入队 说明防疫不是最重要的 现在看起来 不是这样 我的理解啊 也许我理解错了 我认为魏经委的主任是在里面的 但是只是说呢 新华社现在想减留这个 报道 他把副国家领导人 以上的名字 你是认为这个 他跟赵克志 对还不如赵克志级别高 这也说明问题了 副国家领导人 这也说明问题了 就是魏经委在这个小组成员里头 他的地位是比较低的 简单的这么说吧 孙春兰就代表了吧 简单的说 所有干活的都不在里面 那就是 这里头能看出来的就是三个口 一个公安口 一个宣传口 一个外交口 都这是 也是比较醒目的 也是比较醒目的 金世民先生 你看到这个名单吗 名单我没有完全看到 我今天你讲了 我大概有个印象 因为其实这个名单啊 当初就是昨天我看新闻联播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想 为什么 这个成立了领导小组 但是这个新华社的稿子和中央电视台的这个播报里面就没提到它的组成结构 那么它的这个是一个很原则的提了会议决定 党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 领导小组 那么刚才你报的名单呢 它是领导小组 强调的是领导 还不是具体的工作 那么然后呢 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 它不是独立的 它最终是受制于中央这个常委会 那么那个然后党中央向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派出指导组 可能刚才所讲的卫健委的那些人呢 他们会成为指导组的成员 而不是领导小组的这个领导成员 那么这个里边应该是有区别的 那么当初这个我是在想到底应该是习近平兼论组长 还是有这个国务院这个李克强来兼认组长 那么这个当中呢 我也听到一些消息 因为按照原来传统啊 一般这么高规格的这个领导小组 组长一般都是习近平 因为是核心嘛 那个应该要统长全局 那么而且呢 我们在那个文川地震的时候 我们也遇到过 就是国务院总理 他是对军队没有指挥调动权的 那个温家宝就在地震现场 那个指挥不了军队 那军队不听他的指挥 那他那个要求军队 那个派直升飞机进去 派那个 那个尽快派大量部队进去 那个都遭到了拒绝 那经典的就是他 在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下 那电话里说 那个你们是人民子弟兵 你们是那个 那个是人民这个 喂养的 对吧 你应该要承担责任等等这些话 就是也讲得很重 最后是胡锦涛 后来再出现 去跟温家宝见面 表示对他的一种工作的支持 就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 已经开始动用部队的这个力量 动用部队的力量 那个所以呢 这个如果说靠李克强 他对军队的调动应该 包括这个领导小组当中 那个我们看到 他有中央的这个影子 中央的领导成员 也有这个国务院系统的 这个 对 对